那你还喜欢? 我都找到了 我真的... 破碎了 上期视频中 三上亲了李美 李箱亲了丸志 那么接下来 这四人之间的感情将会如何发展呢 这期视频继续为大家带来这部 由陵木宝奈美 枝田玉二主演的经典日剧 《东京爱情故事》第二集的内容 上班途中 丸志见到不远处的丽湘 想要躲开他 不过还是被丽湘发现 还让他帮忙爬到树上去拿鞋子 丸志很纳闷 这里丽湘用鞋子测试天气 是源自日本民间的一种占卜树 大概就是把木鸡踢出去 嘴上说着明天要是好天气哦 如果鞋面朝上表示晴天 鞋底朝上表示雨天 侧面朝上则表示阴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穿木鸡的人少了 人们也会用普通的鞋子来代替 再到后来 也就只在小朋友间比较流行 一些熟悉的动漫里就有片段 比如《炎夜之亭》里的雪野 又或者蜡笔小心 明天要是好天气 无论是雪野还是小心 占卜钱都是对天气有自己的期待 而这里丽湘的鞋子虽然挂在树上 但也是正面朝上 那么现实会回应丽湘个好天气吗 我们后面再说 帮丽湘捡回鞋子的丸志 有些好奇 丽湘的大包包里 每天都装着什么 丸志看着丽湘 就想起昨晚丽湘主动亲了自己 现在面对他时 就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这件事情让丸志很为难 因此他选择躲着丽湘 来逃避问题 丸志认为丽湘亲他只是出于同情 丽湘否认了丸志的想法 但等丸志追问原因时 他只说理由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办公室里 丽湘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和贺部长叫上丽湘 去营业部清点刚到的春季新品 他察觉到丽湘的异常 所以创造了一个单独和丽湘聊天的机会 和贺希望丽湘不要勉强自己 但丽湘只当他是在说整理样品的事情 下班后丸志和同事离开公司 在门口遇到了三上 三上告诉丸志 昨晚他和李美一直在等他 丸志只解释说 昨晚工作太晚了 三上听完后告诉丸志 昨晚因为他不在 李美一直都不开心 丸志本想反问三上 昨晚他和李美亲吻的原因 但顾忌到还有同事在场 就先把话憋了回去 留下三上 自己和同事先走了 丸志离开后 目睹了这幕的丽湘过来告诉三上 丸志昨晚看到他和李美接吻了 丸志正犹豫着 是否要给李美打电话 此时门铃响了 丸志看到门外站着丽湘 迅速关上了门 不过 在丸志的坚持下 他还是进来了 但让丸志没想到的是 丸志后面还跟着一个三上 三上拿着酒坐下 毫无征兆地 承认了自己真心喜欢李美 这让丸志和丸志都很意外 但又正经不过三秒 马上又变回了那个轻浮的样子 丸志 你怎么会吓成了 你还没手出 你还没手 你 李湘即时过来化解尴尬 由于三上态度轻浮 用情不专 让丸志更加不悦 找了个借口 便出门冷静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 丸志和三上 丸志一语道破三上的秘密 其实 他是真心喜欢李美 不过三上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和丸志 讲起了他们三人的关系 丸志 三上和李美 他们三人从小就认识 是彼此最信任的朋友 李湘认为 他和丸志说的那些过分的话 是想把李美让给丸志 但三上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便转头问李湘 另一边 丸志还是给李美打了一通电话 李美告诉丸志 电话铃响的那一刻 他就有预感这通电话 会是他打过来的 他还说 每次自己需要安慰和鼓励时 丸志总会出现 电话里 李美提到了 他还是不喜欢三上那种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作风 丸志回到公寓 房间里只剩下丽香 丽香知道丸志喜欢的人是李美 但他也不打算就这样放弃 把丸志让给丽美 丽香离开前问丸志明天是否有空 丸志拒绝后 丽香也没有多问 拿出两张票送给他 让他带着李美一起去看球赛 第二天 丸志和李美提前了15分钟来到约定地点 两人来到了冰球场 出人意料的是 丽香也来了 还和他们热情地打了招呼 丽香打断了丸志和李美的约会 让丸志感到很不满 不过丽香并不在乎丸志的态度 反倒是和一旁的李美交谈了起来 李美没表现出反感 丸志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闭嘴默默地看比赛 比赛结束后 丽香和丸志他们告别 准备离开 丸美却邀请丽香一起吃饭 丸志心里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不想让丽美没面子 还是同意丽香跟了过来 吃饭时 丽香和丸美聊得很开心 丸志不愿意自己被两人晾在一边 想要从丽香手里夺回主动权 这时 李美因幼儿园的事情 要暂时离开去打个电话 李美离开后 丸志质问丽香 为什么跑来当电灯泡 还问他跟部长的那些谣言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尽管丽香不知道谣言是怎么说的 但他承认是真的 丽香离开时正好撞上了进门的李美 她只是匆匆解释说 自己还有工作就走了 李美察觉到了些什么 但也没有问出口 回去的路上 李美突然提到三上 让丸志又紧张了起来 不过 李美告诉丸志 三上并没有和他表白 话题很自然的 就转到了三上身上 丸志说 虽然三上一直换女朋友 但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就讨厌三上 因为他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过李美却说 自己没办法和三上一样 不断的换男朋友 李美没有给丸志答复 只是说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丽香这边看起来元气满满 但其实 他只是伪装成了一副 不会受伤的样子 丸志打来的电话 也被丽香直接挂断 学校里三上经常缺课 面临着再次留级的问题 三上想问同班同学借笔记 但没有人愿意借给他 最后 同班的上子 还是好心把笔记借给了他 公司里 丸志还没有和丽香讲和 好巧不巧 丸志这边还正好有份工作 需要在丽香协助下完成 于是丽香就借职务吃便 给丸志的工作 人为增加了一点难度 李美约了朋友在家吃饭 两人正好聊到了 李美的感情问题 李美告诉朋友 自己在考虑和丸志交往的事情 交往的对象不是三上 让朋友有些意外 这时 三上正好来了电话 想和李美道歉 话只说了一半就被李美挂断了 等朋友离开后 李美还是给三上回了电话 李美和三上说了 丸志和他提出交往的事情 丸志的表白让李美很开心 但友情突然变成爱情 还是让他有些不适应 不过 三上却说 他们已经长大了 不可能一直是三个人在一起 他认为 李美和丸志很合适 公司这边 和和看到丸志还在加班 猜到了 丸志肯定惹丽香生气了 作为过来人 和和和丸志聊起了丽香 和和和离开后 丸志也路过丸志的工位 他本想上前打声招呼 思考了片刻 还是放弃了 第二天 丸志来到公司 意外的发现 昨天丸志为难他的工作 暗地里其实都帮他做好了 为了表示感谢 丸志提出了 请丽香吃饭 这里的黑轮其实就是关东主 黑轮是台湾的叫法 因为关东主的日文发音 跟闽南语的黑轮发音 一模一样 故此得名 但丽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 因此 他和丸志约了晚上七点 丸志表示 会等他过来 丸志下班本打算 去付丽香的约 但离开前接到了 丸美的电话 丸美也约了丸志今晚吃饭 他想要给丸志一个答复 同意丸志交往的请求 丸志答应了丸美 但他这边又没找到丽香 丸志急于赴约 只好在丽香桌上 给他留了小纸条 告诉他 今天的饭局先取消 好巧不巧 这张留言 丽香并没有看到 丽香七点半才到了 和丸志约定的餐厅 已经比他和丸志约定的 七点晚了半个小时 丽香在餐厅没有见到丸志 他以为是自己迟到了 丸志等不及才离开的 丸志和丸美见面 永远都会提前15分钟 两人来到了常来的酒吧 丸美先是和丸志回忆起了往事 丸美说 自己在高中时 因为家里的事情 被同学们排挤欺负 有一次 桌子上被刻了不堪入目的字 第二天他再去上学时 桌子上的字就没了 他一直以为 字是丸志擦掉的 想和丸志道谢 另一边 丽香没等到丸志 他先是给丸志打了电话 但没人接 这时丸志的占卜没有起作用 外面还是下起了雨 丸志的眼泪也隐藏在了雨点中 看到丸美刚刚的反应 丸志的情绪也发生了些许改变 丸美答应了丸志的交往请求 但丸志听到答案后 并没有露出开心的表情 他告诉丸美 自己和他 还是保持目前朋友的关系比较好 交往的话 就当他没有提过 丸志把伞留给了丸美 自己先离开了 丸美回到家 发现三上等在门口 他默默流下了眼泪 告诉三上 自己被丸志甩了 丸志和丸美分别后 自己又去了酒吧喝闷酒 这时正好遇到了公司的同事 同事们告诉丸志 丸志丽香还在等他 丸志丽香从晚上七点半等到十一点一刻 终于还是等到了丸志 丸志并没有责怪丸志 反而一直在为丸志开脱 但说完这些话 用尽了丸香最后一丝力气 这一集中 最让人心疼的还是丸香 他没有等到好天气 也没有等到丸志 剧中编剧也借何赫 说出了丸香的性格 丸香只会把负面情绪留给自己 对别人永远会给台阶下 就像丸志惹他生气后 他在工作中故意为难丸志 他并不是耍大小姐脾气 丸香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不想丸志有什么心理负担 本来错只在丸志 丸志可能因为说错了话 产生愧疚感 现在丸香也故意为难他 这样子 就好像两人又回到了同一起点 互不相欠 丸志在拿到丸香帮忙整理的文件后 马上跑去找丸香吃饭 表示感谢 从这儿可以看出 丸香这么做对丸志非常受用 包括最后丸香等了丸志近五个小时 终于在等到了人之后 他的第一句话依旧是 在为丸志的迟道找借口 当他说完了为丸志开脱的借口之后 才靠着丸志小声说了句 自己只能撑到这里了 这里丸香不光是在说 今晚等丸志吃饭这件事很累 也是借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对于喜欢丸志这件事 他也累了 也许只能撑到这里了 所以丸香选择了独自离开 丸香不会 但不代表他不会受伤害 丸香就像个溢碎的玻璃球 从外面看闪闪发亮 一旦碎了就再也无法复原了 之前丸志质问丸香和部长 有一腿的事 其实剧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部长很懂丸香 是为数不多懂丸香的人 抛开动漫不谈 从丸香往丸志脸上泼酒来看 我觉得丸香对部长更多的是轻木 并不是丸志口中 可以随便跟人发生关系的人 除了丸香这部分里 丸志、三上和李美的关系 又发生了些许改变 这三个人的关系属于 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导演先是通过各种细节告诉观众 三上和丸志都非常喜欢李美 紧接着又安排了丸志 向李美提出交往的请求 正当李美要答应丸志的请求时 丸志自己又拒绝了李美 最后三上在门口等到了 刚刚被丸志甩掉 情绪低落的李美 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一环连着一环 目前看来丸志好像才是那个局外人 那接下来 三上和李美之间的关系 会有什么改变吗 丸志拒绝了李美 他和丽香的感情会有所进展吗 还有和三上关系微妙的上子 又会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下期再讲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